館長是非常注重 顧客的回饋的 大家嫌他什麼 他就改善什麼 好像又加了一兩樣菜上去 因為這個是改版過後 先吃個滷蛋好了 現在蛋很貴 可以 這滷蛋可以 他那個味道有滷進去 這滷蛋蠻好吃的 我最推薦是他這顆滷蛋 他這顆滷蛋真的很厲害 我很少吃到這麼入味的滷蛋 我覺得有點接近茶葉蛋的感覺 他整個香味是整顆蛋都有 假設今天別人是請我吃 就是我們不考慮價格 我覺得沒有問題 最令我感到驚艷的 就是那顆滷蛋 他那個滷蛋真的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蠻好吃的 真的好吃的 就是跟別人比是有特色 我們今天呢 是受到這個館長邀請 他的這個便當 然後有更新 作為這個受邀來賓 我們是來吃便當的 我會秉持著這個公正的這個角度 去評論他的便當 好 那我們就走 我們就進去吃醋飯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 試吃的這個位置了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來試吃了 那這個是我們的第一樣 金燉銷魂老滷肉飯餐盒 我至少目測 館長是非常注重 顧客的回饋的 大家嫌他什麼 他就改善什麼 好像又加了一兩樣菜上去 因為這個是改版過後 先吃個滷蛋好了 現在蛋很貴 可以 這滷蛋可以 他那個味道有滷進去 這滷蛋蠻好吃的 他的滷肉也是最爽的那種 有肥有瘦耶 他這個飯的口感也是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有點Q 可是不到硬 不會是冷飯的那種硬肝 好啦 那再來我們吃吃看這個菜好了 我們第一口吃這個竹筍 有點微微的辣 然後味道也有進去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他這個高麗菜炒的 也不錯 便當店也算是中上 最後來吃吃這個 這應該是菠菜吧 上面還有撒點芝麻 算蠻有誠意的耶 我覺得這個便當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便當 可以 可以過 那你估價大概就足夠 我估價 內容價80 我覺得可以接受 60什麼的話 我一定點包 說真的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這種便當就是 他也沒有什麼奇特菜色 這有點像是考驗一個 基本功的菜色 我覺得他滷肉 對我個人的口感來說 稍嫌油一點 他其實肥肉蠻多的 對 酸菜我還沒吃 最有爭議的菜色 酸菜 沒有到很酸 他基本上只有淡淡一點點酸味 然後加一點點辣味 我是滿溫和的配菜 跟我一般吃到的酸菜也不太一樣 然後我最推薦是他這顆滷蛋 他這顆滷蛋真的很厲害 我很少吃到這麼入味的滷蛋 我覺得有點接近茶葉蛋的感覺 他整個香味是整顆蛋都有 所以就館長這麵當整體來說 是好吃的 每樣菜至少都有個70分一定有 我們剛剛跟他們確認過 他們說定價還沒訂出來 除了售價位置以外 我覺得這個麵當 至少以新莊區我吃過 這個至少可以排 我覺得可以排前三 一定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第二個 香脆爆汁巨無霸 雞腿飯餐盒 那我們先幫大家驗證一下這個香脆 味道還行 看一下它是不是G58 你看我的臉底下 比例池 應該比我臉小一點吧 我臉還滿大 目測啦 看起來應該是滿大的 就是我目前市面上吃到的雞腿飯 大概是屬於最大的那一區 比較有名的連鎖店的 就是大概這麼大的雞腿的話 我印象中啦都要130 150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配菜 配菜上是跟剛剛那個是不一樣 他把我不喜歡的那個蘿蔔 換成三片香腸 來吃一下它的香腸看看 有先燻過還是烤過 它有一種比較不一樣的味道 有點像是淡淡的酒味嗎 還是煙燻味 這有點吃不太出來 再來我們就來拼一下它的這個主食 我先來看它脆不脆 先吃這個皮最多的地方 反正口感大家不一樣嘛 個人口感我覺得 略鹹 蠻好吃的 但是說真的 爆製有點略鹹誇張 但它裡面的水分滿夠 油滿夠 人家見到有時候口味比較清單元 以目前的物價賣150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如果以梁森漢去做對比的話 它的售價160左右 我覺得都還行 口感上各有不同 但是我覺得以味道上來說 至少不會比它差 所以我覺得這個便當應該 150 我會覺得是划算 好 那我們就吃這個重頭戲 獨門封烤脆皮燒肉飯餐盒 那因為這個配菜就是跟剛剛的雞腿 是一樣的 我們先試一塊是原味的 因為它這個還有醬 嗯 卡滋卡滋的聲音 因為它皮是脆的 嗯 好吃 要配飯嗎 對但是 還是要配飯 它這個需要配飯的是另外 它的那個外面是一層脆皮 它有點像是 控肉的感覺 就它分上下兩層 上面是油 下面是肉 所以當你吃完那個脆皮 你咬到那個油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吃一點飯 因為它那個油 蠻肥蠻香的 再來呢 我們把這個配料也一起加進去 脆皮燒肉餐盒的洋蔥 還有兩種醬 那洋蔥應該是有一點 去油解膩嘛 對不對 那我直接來試試它的醬 它烤得起來有點豆腐乳的味道 再來我吃吃看它這個 這個酸辣的 這個有點像泰式酸辣的 就是整個組合煮起來 有點像是那個 泰式椒麻雞 然後豬肉版 好 那大概吃過之後我覺得 第一個看量來說蠻多的 脆皮豬我覺得原味 比較好吃 它其實原味我覺得已經有一點 就是可能有醃漬過吧 還是怎麼樣 就是鹹鹹的 其實已經有味道 那加這兩個醬 我就會覺得 會有點蓋掉它 原本的那個味道 這個我就覺得很難 它有點跟一般的便當店不太一樣 就是脆皮燒肉這個東西 確實是一道 費工的料理 你也不能單從實價 就是食材的價格去評論它 如果是燒肉跟雞腿飯 我會選雞腿飯 就是假設我估那個雞腿飯150 然後它這個定價如果是220的話 我可能會選雞腿飯 因為肉量差不多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想要吃 有一點特色的東西 就我不想吃一般的便當餐盒 這個確實是可以考慮 因為這個 這個我覺得它的味道蠻特別的 好啦那今天這個開箱 這個醋飯 到這邊 差不多了 老實說是可以啦 沒什麼可以再給什麼 更好的建議 唯一可能帶改進的地方就是 售價公布的時候 假設今天別人是請我吃 就是我們不考慮價格 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令我感到驚豔的 就是那顆乳蛋 它那個乳蛋真的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蠻好吃 真的好吃 就是跟別人比是有特色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脆皮燒肉 那脆皮燒肉蠻特別的 就港式的脆皮燒肉飯 它都是整個肉都很硬 它的變成是 就是外面有一層脆脆的酥皮 然後裡面的肉其實是油嫩 所以我覺得它跟一般的 港式燒辣的燒肉飯也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是我覺得今天最有特色 那整體來說啦我覺得 滷肉滷汁也算中上 我覺得也蠻符合配菜 我覺得阿管這次的改版有進步 這跟它出版比起來 它現在走的路線比較健康一點 三格配菜都是青菜 它的肉其實蠻多的 肉有香腸有滷肉 所以呢它加了三格菜 營養均衡上也有顧到 那至於改版最終的結果 還是要看它的售價 好那一天 我覺得是我們的阿闡 我們來我們的媽媽